有多个青年团体昨天成立修民法挺青年阵线 呼吁立法院将民法成年的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 民间团体认为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成年人都已经定为18岁 显见台湾的民法已经不合时宜 17岁的叶同学来自高雄参加过不少学生团体活动 他以自身观察认为18岁青年对政治的理解和热衷 比许多成年人还要积极 但是以明年总统大选为例 却因为满20岁无法有投票权 年学子能够对政治及社会更加了解 甚至更剩于部分的中老年人 这是在南台湾非常可见的一个现象 许多他们怀抱的创业梦 但是却因为公司法参考民法 未满20岁的限制行为能力人 他们不得担任公司的经理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跟董事 民间团体指出 以18岁青年为例 要负完全刑事责任 可以投公投票 考驾照 但是不能办手机 办学贷 以及开立银行账户 也不能独立买旅游平安险 不能创业开公司 有许多不合理之处 呼吁应该把民法成年年纪 从20岁下修到18岁 其实下修民法成年议题 在过去也曾经多次被讨论 但最后都无疾而终 民团表示 会一一拜会各党立法院党团陈晴 希望不要让不合时宜的法律 来限缩青年的生活自主权 记者刷陈伯玉台报道 也有一段时间 两个端立法院党团陈晴 对于是在远答 哇 我们下一个端立法院党团队 后凯理法院党团队 对于是在远答